你知道出动一百多人抓捕的鳄鱼有多庞大吗 你知道吃掉三百多人的鳄鱼有多恐怖吗 鳄鱼比人类更早出现在这个地球上 与恐龙是同时代的产物 说到鳄鱼只会让人联想到它们锋利的牙齿 但你不知道的是 它们还有着巨大的体型 比如说体重超过1.3吨的鳄鱼 或者是体长超过两层楼高的鳄鱼 再或者是能活吞一头牛的鳄鱼 今天网语观地球和大家一起看看世界上最大的十条鳄鱼 新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 既能看到最新的内容 又能看到往期的精彩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第十名 阿科 阿科是澳大利亚动物园中最受欢迎的一条鳄鱼 被人们誉为看门鳄 这家伙身长约5米 体重达到了一吨 最初 他在澳大利亚的荒野中生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栖息地离人类越来越近 引发了人们的恐慌 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 人们对他起了杀心 但幸运的是 他被著名的史蒂夫欧文所救 史蒂夫 欧文被称为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人 他曾表示 自己并不想让阿科离开野外 但当得知阿科正陷入危险时 他别无选择 尽管危险重重 他仍然带着他的狗狗一起乘船出海 在几乎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成功地用绳子缠住了这条巨大的鳄鱼 当然 阿科作为一个野外掠食者 肯定不会束手就擒 他翻来覆去 拼命挣扎 击沉了史蒂夫的船 史蒂夫只能弃船 最终他的团队通过一辆四轮车 将阿科拖到了动物园的岸边 在动物园里阿科过上了美好的生活 他每天吃着丰盛的食物 而且还找了一个名叫卡倩的女朋友 而这个围栏也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这不仅仅是因为史蒂夫成功地捕获了他 还因为在1991年 史蒂夫在这个围栏里 向他的妻子特里求了婚 而如今 史蒂夫的儿子负责照顾阿科 继续延续着这段特殊的故事 第九名 乌坦 乌坦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鳄鱼探险中心中 圈养的鳄鱼 这个巨大的生物 不同于我们名单上的其他纯种咸水鳄鱼 它实际上是鲜罗鳄鱼和咸水鳄鱼的杂交体 身长达到了5.4米 体重在907公斤左右 它的咬合力达到2.2吨 可以轻松咬碎各种猎物 比如动物的骨头或坚韧的兽皮 甚至是大型爬型动物 虽然乌坦的咬合力从未被人体检验过 但咱们可以打个比方 比如普通人出全食的肌肉力量 大概在50公斤左右 而乌坦则是它的44倍 尽管乌坦是一个极具危险的生物 但一物降一物 这家伙是被一位名叫萨姆德 普拉坎的男子在泰国曼谷捕获而来的 而乌坦的名字也是以这位捕获着儿子的名字命名的 尽管这家伙是一只强大的鳄鱼 但它最令人着迷的还是它的身世 第八名 马塔拉 马塔拉身长5.8米 在斯里兰卡非常的有名 当这条巨大的鳄鱼被人们发现时 它正被困在河边 不过人们并没有想要伤害它 它也没有攻击人类 据了解 它是由于水位升高 所以上岸寻找食物 结果当运河恢复正常后 它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回去了 而它巨大的体型 用普通的工具 根本没有办法帮它回家 野生动物学家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利用挖掘机和卡车 将这只巨兽移回水中 在野生动物部门 还有村民和警察们的协力合作下 最终成功地将鳄鱼送回了气息地 第七名 雅依 雅依是一只生活在泰国萨姆德 普拉卡姆鳄鱼农场动物园的庞然大物 它身长6米 重达1.1吨 是的 你没有听错 这巨大的体型 使它成为了这个鳄鱼动物园里的明星动物 该动物园拥有超过10万只的鳄鱼 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动物园之一 除了雅依之外 动物园还养有其他种类的鳄鱼 以及老虎 狮子 猴子 猿和河马等其他动物 不过像雅依这么庞大体型的鳄鱼并不多见 不敢想象 照顾它的饲养员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这要是发起风来 可没人能招架得住啊 第六名 支配者 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国家 所以 这里也有着世界最大的鳄鱼 这条名叫支配者的鳄鱼 生活在阿德莱德河 它身长6米 体重1.1吨 是当地的一个明星人物 人们经常会乘坐游船 带着新鲜的肉来看它 然后利用肉类 又使这只鳄鱼浮出水面 而这种习惯 也一直被人们延续着 时间久了 这家伙似乎也习惯了人们的头位 甚至会开始向游客炫寂 它会以跳出水面的方式 吸引人们的注意 希望可以得到免费的食物 甚至还会与另一只名叫布鲁图斯的鳄鱼 抢夺食物 尽管它并不曾攻击人类 但在一次游船旅行中 导游就像平时一样 递给了它一块肉 当它在靠近游船的时候 似乎感觉到了游客的嘲笑 然后掉头离开了 接着又从很远的地方 直接冲了过来抢夺食物 甚至还咬掉了游船的一侧 尽管对于鳄鱼而言 这并不罕见 但令人震惊的是 这是第一次遭到支配者的猛烈攻击 不敢想象 如果当时撕咬的是游客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悲剧 第五名 卡西乌斯 卡西乌斯是圈养鳄鱼里最大的鳄鱼之一 即使与泰国的雅姨相比 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雅姨还很年轻 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不过卡西乌斯的体重 却达到了惊人的1.3吨 这对于咸水鳄鱼来说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存在 尽管他在打斗中失去了一条腿 尾巴肩和鼻子肩 但他仍然是一只巨大的鳄鱼 他的长度达到了6.1米 为了体现他的强大 人们以传奇拳击手 穆罕默德 阿里的名字为他命名 因为阿里出生时的名字 便叫卡西乌斯 由此可见这家伙的惊人力量 他起初生活在菲律宾的芬兰河中 因为经常袭击过往的船只 而被人们发现 虽然他并不曾攻击人类 但人们依旧胆战心惊 最后被著名的鳄鱼猎人 乔治·克雷格所捕获 发现这条巨兽早已过了百岁高龄 估计他的实际年龄 可能已经接近110岁 第四名 布鲁图斯 布鲁图斯就是支配者的竞争对手 他的身长6.4米 被当地人认为 是比支配者更可怕的存在 虽然支配者和布鲁图斯 经常会因为抢夺食物而战斗 但显然布鲁图斯 在这一场场战争中 获得了更高的人气 曾经有人亲眼目睹 他吃掉一条牛沙 这使得他在当地人们眼里 有了更高的威望 值得一提的是 在那一次争斗中 布鲁图斯也失去了一条腿 尽管如此 布鲁图斯仍然是一位强大的对手 据了解 他已经80岁了 这家伙还有一个人类朋友 名叫哈利·鲍曼 哈利在阿德莱德河上旅行了25年 每年都会与这条怪物鳄鱼 来个亲密接触 有一次 哈利救了布鲁图斯的命 当时一条长长的藤蔓 缠住了他的喉咙 哈利冒着生命危险 勇敢地解开了藤蔓 因此成为了布鲁图斯的救命恩人 第三名 卡利亚 卡利亚又被称为暗鳄鱼 这是人们对印度野生鳄鱼的昵称 在过去50年里 卡利亚从未被人捕获 因此他的资料也是相当有限 但专家依然通过一些信息 对他的体长做了一个估计 他的体长大约为6米到7米之间 据了解 卡利亚曾攻击并吞噬人类 这可能源于1926年发生的一起事件 当时 一位名叫拉金德拉纳拉扬班吉德奥的猎人 想要将鳄鱼杀死 他设法击伤了鳄鱼 鳄鱼藏身在一片干燥的芦苇中 最后 他攻击了路过的村民 引发了一场大火 在大火中卡利亚被烧毁了 仅留下了一块巨大的头骨 至今仍有卡内卡王室保留 尽管各博物馆曾多次要求捐赠 但并没有成功 而卡利亚的头骨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鳄鱼头骨之一 测量尺寸为98厘米 与它的实际头骨大小相符 最终动物学家声称 它的体长达到7米 甚至有可能会更长 不过 并没有成功抓捕过 也就意味着 卡利亚的总长度仍然是个谜 第二名 古斯塔夫 古斯塔夫生活在尼罗河 是世界上已知最大的鳄鱼之一 人送外号杀手鳄鱼 识人鳄鱼 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家伙绝对不是一个善茬 据了解 他至今仍然在布隆迪的尼罗河中生活着 尽管从未被人捕获 但动物学家们仍然对他的信息做出一个预测 他的体长大约在7米 体重在1075公斤 年龄在60岁左右 起初人们看到他的巨大体型 以为古斯塔夫已经有了百岁高龄 但从他那齐全的牙齿推断 古斯塔夫大约只有60岁左右 而且目前并不清楚他还有没有继续增长 不过 这个家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鳄鱼 他还是一个电影明星 人们为了记录他 为他拍摄了两部影片 一部名叫杀手鳄鱼 另一部是来自国家地理的捕获杀手鳄鱼 不过 要注意的是 捕获杀手鳄鱼这个名字是有点误导性的 因为拍摄这部影片的团队从未成功捕捉到他 可见他的力量之强大 据了解 古斯塔夫在这条河流里夺走了300多人的生命 还曾多次被子弹击中 这个你可以从他身上的重弹痕迹看出来 甚至有报道称他喜欢以狩猎为乐 而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人们的镜头里 是他正在捕食一头成年的雄性水牛 第一名 骆龙 骆龙曾经是一条野生鳄鱼 被捕获后生活在布鲁安生泰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围栏里 尽管他于2013年去世 但仍然是有史以来野外捕获的最大的咸水鳄鱼 这家伙有着难以置信的体型和强烈的攻击性而闻名 对菲律宾的当地人和水牛种群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他曾经吞食了一名12岁的女孩 还有一位当地渔民 人们在他的附近发现了受害者的残肢 为了抓捕他 出动了一百多人 花了将近一个月才成功地抓住他 当时他大约50岁 为了驱除潜在的威胁 在捕获他后人们移除了他的肺部 据测量 这家伙的身长为7.5米 重达一吨 之后便一直被囚禁在布鲁万英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该镇长想要利用他促进当地的旅游业 但专家们却认为他作为野生动物 无论怎么驯服 对周围的环境依旧存在潜在危险 因此他一直被囚禁着 直到一年半以后 洛龙因肺炎心脏促停 不幸去世 如今他的遗骸还保留在马尼拉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 不知道以上十条最大的鳄鱼 哪条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评论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